胡润研究院4月13日发布了 《2021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又40富豪榜》 列出了全球40岁或以下且白手起家的 10亿美金企业家 扎克伯格以6530亿元财富位居榜首 抖音创始人张一鸣以3500亿元排第二 快手速华以1550亿元排第三 榜单共列出了79位40岁以下企业家 比去年多26位 有45位新面孔为例年最多 这些企业家的总财富达到3.4万亿人民币 比去年增加1.5万亿 其中美国以31人居全球之首 中国以30人紧随其后 抖音创始人张一鸣财富增加2500亿元 位列世界第二 得益于快手的上市 39岁的素华和36岁的成一孝首次进入世界前五 好未来 急学而思创始人40岁的张邦新 以1000亿元人民币保持第六 财富增长49% 好未来的股价在过去5年上涨了近10倍 目前是值超过2600亿元 泡泡马特34岁的王宁 杨涛夫妇以520亿元首次上榜即进入中国前十 加密货币交易所FTX 驻香港的28岁Sam Beckman Fry 以65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首次上榜 排名第六 行业分类 转媒娱乐行业成今年最大赢家 前五名军来自转媒娱乐 整张榜单中共18人来自转媒娱乐 其次是软件服务和零售 分别有10人和9人 胡润百富董事长胡润表示 疫情之下这一年 这些年轻企业家仍然找到了机会 他们这么年轻 就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创造出这么大笔财富 这是来源于新经济或新的模式